为什么新版本会大幅增加双距的伤害 新版本其他武器的伤害只增加了几点 最多十几点 可是双距加强的太离谱 打身体普遍都增加了几十点伤害 最高的AMR增加了63点 为什么要大幅加强双距的伤害呢 原因有两个 一 双距打身体收益太低 双距在以前只能打头部 因为打身体的收益太低了 打个一二级甲都非常吃力 像地图双距98km24 打个二级甲都要三枪才能击杀 空头双距打三级甲也要三枪才能击杀 要知道他们的射击间隔可是很长的 可打身体就这么点伤害 收益实在太低 因此这次加强打身体的伤害 让双距打身体的收益大大提高 地图双距打二级甲只需要两枪了 空头双距打三级甲也只需要两枪了 AMR甚至可以一枪秒杀一二级甲了 实力大大提升了 容错率也大大提升了 不用像以前一样 必须瞄着头打了 二 双距使用率下降太多 在老版本 双距用的人越来越少 因为风险和收益不成正比 用双距是不成功变成人的事情 所以只能提升双距的属性 报酬伤害不好提高了 只有提升打身体的伤害才是症结